前首相德逊拿吉被控涉及一马发展公司的贪污及洗黑钱案件今天开审 数名拿吉的支持者也在吉隆坡法庭外聚集 不过场面受到控制 拿吉今早是在9点30分抵达吉隆坡法庭大厦 并在保安人员的保护下进入庭内准备一马发展公司案件的审讯 拿吉抵达时微笑世人神情淡定 并向支持者和媒体挥手后直接进入法庭 拿吉被控25项涉及一马发展公司超过22亿8千万亿级资金的贪污及洗黑钱案 按照法庭开审程序 本案主控官将发表开案陈词 预料控方会先传照无数面证词的证人口述共证 如佛华校董联会的注册遭到社团注册局吊销 据了解社团注册局是基于不满意柔佛董联会向该局做出的解释 因而在8月8号发出正式吊销柔佛董联会注册的信函 柔佛董联会的注册遭到社团注册局吊销 该会主席陈大锦已经证实收到撤销注册的信函 陈大锦说柔佛州董联会在8月20号才收到社团注册局8月8号的撤销注册信函 并立即讨论处理 他指出对于社团注册局宣布撤销该会的决定无法苟通 已经处理上诉事宜 并且将在最短的时间内与内政部长面谈 据了解今年1月该会曾发生章程争议 该会已经配合社团注册局适时修订组织章程 积极回应社团注册局的各项要求 陈大锦也是董总主席 他说柔佛董联会成立于1955年早过1966年社团注册法令 60多年来的运作都没有问题 因此他希望政府肯定柔佛董联会的长期贡献与付出 妥善处理此事 社团注册局是基于不满意柔佛董联会向该局所做出的解释 因而在8月8号发出正式吊销柔佛董联会注册的信函 在1966年社团注册法令下被社团注册局调销注册的团体 可以在30天内致函给内政部长提出上诉 受到镇临山灵火的影响 柔佛亚当国中和国小被预定关闭两天 经过柔佛州环境局的观察 确定校园范围没有出现掩埋后 两所学校在今天正式复课 柔佛州教育局副主任阿德拉欣表示 根据环境局的观察 校园范围没有侦测到烟霾 而风势目前吹向和学校相反的地方 学校旁的火势也已经被扑灭 因此阿德拉欣宣布 亚当国中和国小可以恢复上课 无论如何 当局还是呼吁学校人员佩戴口罩 而有呼吸道疾病如哮喘的学生 则获准暂时留在家中 避免受到空气污染影响身体健康 根据校整局早前表示 目前镇临山灵火受到控制 有70%的灵火被扑灭 明镜需要的高 earthly опер救 Piri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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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相董玛丽正在越南进行官式访问 他这一次走访越南主要是希望能够强化我国和越南之间的关系 玛丽指出在他和越南总理阮春福进行会谈后 两国同意在多个领域加强策略合作 并且探索新的经济机会 以减少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公平 昨天首相玛丽和阮春福进行会谈后召开联合记者会 玛丽说两国同意在防卫安全海事及渔业教育劳动力 以及农业领域加强合作 不但如此 两国也同意对基建 能源 高科技农业 水产养殖 运输和物流进行投资 并且探索新的经济机会 以便减少大马和越南之间的贸易不平衡 除了贸易上的合作 在国际课题上 玛丽还说 大马和越南同意合作解决南中国海的争端问题 大马是越南第十一大贸易伙伴 越南则是大马第十三大贸易伙伴 去年 大马和越南的贸易总额达到133亿美元 其中 大马出口到越南的总额达到84亿8000万令吉 而越南进口大马的总额则是达到47亿7000万令吉 对于大马和越南寻求强化贸易合作关系 首相敦玛丽认为 在越南很活跃的大马国油和越南油气公司 依然有许多的合作空间 因此提议这两家企业可以进一步的巩固合作 大马国油从1991年开始就在越南营运业务 今年3月 该公司和越南油气公司签署一项协议 以便从我国买卖更多的天然气到越南 这项协议也证明了大马国油支持天然气的成长 并且提升大马和越南的社会经济成长 同时 这也是提升大马国油和越南油气公司之间的长远合作关系 越南国家油气公司是越南政府全资的国有石油化工企业 成立于2006年 主要经营范围包括油气勘探 开采 加工和销售 首相董马六目前仍在越南河内展开为期三天的官司访问 在昨天第二天的访问行程中 马六除了在早上出席在越南主席府 为他举行的欢迎一事以外 晚上也获得越南总理阮春福的邀请一同共进晚餐 昨天晚上 阮春福设宴宽带远道而来的马六 随同还有外交部长达多塞夫林 以及大马驻越南大使达多沙利发 根据行程安排 马六今天会和越南国家主席 也是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阮副仲会面 之后 他会到访和乐科技员 以及前往FPT大学和学生对话 紧接着 马六也会到访越南国产车 WinFast展销会 以及内排工业区 行程满满 相当紧凑 好的 这节华新闻就给您播到这里 如果您对我们的新闻有任何的意见和看法 可以到TV2华语新闻留言和我们交流 我是刘正业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